我叫孙建权 来自江苏东海 我接触路亚调法五六年这个样子 是什么样厉害的路亚调法 让这个年轻小伙儿孙建权如此自信呢 他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至圣秘诀呢 因为用路亚调法调黑鱼对抛肝非常有讲究 所以我们决定给他先做一个精准度测试 第二天一早 我们带着孙建权来到了附近的公园 决定现场给他进行一场测试 测试内容抛头测试 导演组在公园的一处空地摆放了三个空一拉罐 每两个空一拉罐之间的距离为50公分 孙建权将站在距离一拉罐20米的台阶上进行抛耳 将一拉罐逐个击倒 孙建权能否在三分钟之内完成正向挑战呢 20米的距离 一般的钓友来讲 想击倒一拉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在20米开外 我一气呵成把三个一拉罐给击倒 我展示一下我的基本功 几时开始 究竟孙建权的第一杆能否抛准呢 差一点 竟然没有击中 不是说他的抛头精准率非常高吗 打一拉罐这个测试呢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因为平时在钓黑鱼的时候 水里面标点 它比一拉罐面积要大出很多 这样操作下来 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增加了我抛肝的难度 第一杆的抛头失败 孙建权并没有马上抛出第二杆 而是沉思了一会儿 这让导演组十分怀疑 它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是否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厉害呢 中了 孙建权在深思熟虑后抛出的第二杆 将二十米外的第一个一拉罐击中了 那接下来的两个一拉罐 它又是否能击中呢 时间已经只剩三十秒 它能在最后的三十秒内 将最后一个一拉罐击中吗 在有风的天气下 二十米以外的距离 我能把三个一拉罐准确无误地击倒 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说明我这个抛头的准确性还是OK的 孙建权竟然在最后的三十秒内 将最后一个一拉罐击倒了 可是我们还是半信半疑 他在实战中 是否也具备这样的实力呢 看出导演组的疑惑 孙建权带我们来到连云港一处水域 他说他要在这里 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真正实力 今天我就在这儿钓了 它是一个浮屏堂 黑鱼呢 往往喜欢藏于浮屏下面 因为它生性胆小 再一个它藏于浮屏下面 它容易捕食到自己的猎物 例如小鱼小虾水蛇乃至老鼠 大概多久能种鱼呢 嗯 会很快吧 现在我用雷墙来展示我钓黑鱼的厉害 我相信很快可以上鱼的 这是一个什么呢 上面是 这是一个雷蛙 我们钓黑鱼的一个致命的利器 为什么选择这个雷蛙呢 这个雷蛙 我认为在这个堂子里面非常合适 它的大小以及它的颜色 更方便我去操作 一个它分组小 有利于抛头 在一个回收的时候 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低竿泡多了 三十几米这个样子吧 我的吊线可以告诉我它有多远 因为它是由不同的颜色来计数的 为什么要泡这么远呢 这么远它有利于我搜索更广的面积 提高我的种鱼率 根据黑鱼的活性不同 我们操控的方式也不同 当黑鱼活性比较高 它愿意捕食的时候 我们操控雷蛙可以快一点 停顿的时间呢 稍微短一点 当黑鱼不愿意开口 它捕食欲望不强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挑逗 操作的速度慢一点 这样相对来说 它是很容易开口的 我们通过操干的方式 抖干烧 摇轮子 来让雷蛙呈现栩栩如生的感觉 这样黑鱼更容易去攻击 原来孙健全抛干提干 是为了让雷蛙在水里模拟的更逼真 使得黑鱼更容易咬口 那它的这种方式 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感觉下面可能会有鱼 来了 一味小黑 只要方法正确 钓这个东西还是很快的 下去第三杆 有多大 一斤半这个样子吧 只要方法得到 还是很快的 种鱼了 不到五分钟时间 孙健全就种了他的第一尾鱼 虽然是一条一斤的小黑鱼 但足以说明 孙健全钓黑鱼 还真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现在马上进行第二次抛头吧 现在就来抛头 下面肯定还有 雷蛙必须模拟 它这个青蛙 更像一点 它更容易让黑鱼攻击 攻击得更猛烈 又来了 刚刚种完那条以后 下去紧接着又是一口 哇 刚刚没走了几步入水 又被它含住了 比刚刚要大一点 来 看一下 怎么能这么快呢 哇 刚下去 我就是轻轻点了两下 就被它含住了 这个大概有多多 两斤这个样子吧 孙健全在种了第一尾鱼之后 马上抛肝开始做掉 话音刚落 马上又有黑鱼咬口了 孙健全 以它精准抛头的路亚钓法 在十分钟内 就钓上了两条黑鱼 再次